載下頻道的內容是增進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 如果你喜歡內容請喜歡並分享 並請訂閱頻道 擊活訂閱標誌旁邊的通知鈴 圖中的字拍像顯示部分可觀察到的年功成績 這是載下74歲的梯形用太極烈徑發尚船購的水珠和聲音 請細讀上述免責條款 請比較上一段視頻我74歲時的體型和現在這個視頻 我67歲的體型是差不多相同吧 這是載下子倉、子學、自練、現代化太極和正左方法是正確和可行的證明之一 在上一個中文視頻創新的教和學太極和正左的模式 我的虛擬學生告訴我 他的唾液開始流淌 根據南華錦老師說 唾液的分泌是年功的重要客觀指標 有足夠的唾液分泌證明你的練法正確能增進功力 特別是打開中脈的重要的百日足跡功夫 根據南華錦老師的經驗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打通氣墨的方法 就是心靜 靜靜地等候等到精足、氣足、神足時 氣墨自然會通 三比定景自然會入 是絲毫強求不得的 根據在下的經驗 最先出現心靜時刻 一定要深色相依 又要有胎色然後才可以心靜 胎色即是呼吸很輕微 很慢但不時勉強地閉氣 心靜又有丹田功夫的話 胎色自然出現了 在下的丹田是唱粵曲 和自學自練林俊興博士的音音得回來的 在下學唱粵曲也沒有專門老師 丹對丹地指導 唱功知識業餘水平 但丹田功夫則有美國一位大學系主任 Profit Sir Lorraine客觀地肯定 她看到我在Youtube的視頻之後 就自動請應 邀請我去2016年國際健康論壇中 共同宣讀有關丹田唱法的學術論文 粵曲的丹田唱法相信是首次在國際論壇中良善 至於新法方面 根據王培生老師的經驗 太極拳打得正確的話 亦會口內生俊 以站莊要有上下相連 支撐百面 有氣貼背 頂頭圓 才會出現中定或太極內功 才會口內生俊 在下發現行禪時用秘康論咒語 亦可口內生俊 正念我禪亦可口內生俊 更詳細的練法偶會用中文和英文出版新書 給各位參考 彼此交流經驗 這本新書的出版 多得向香港有位吳姓的網友鼓勵 僅此向他 多謝 多謝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Dr.George 多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的話 請你點擊喜歡和分享 分享的時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在面書和其他媒體 都會分享到這部電影 如果你希望我多些做這些同類的電影的話 請你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愈多人訂閱的時候 我就知道愈多人喜歡看我的電影 訂閱是完全免費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